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藝人 宅宅 酒住民 跟他的太太 如鳳煙買一張 六年級的全款的保單 給詐騙三千多萬 說這個屬性的保險館 是宅宅太太的好朋友 對方告訴他們 這個保險金這麼大條 如果是用專小的方式 會去用查消 也有可能會給五人士 三錢 叫他們就納現金 大人前後拿三千四百多萬的現金 給這個保險館幫忙來納保險 但是想不到 那些錢都去給保險館把他們吞掉 說一直到保險公司 把他們吞納保險金 他們才知道 會被騙掉 藝人周圓明 含玉鴻約 兩個人結婚七年 感情甜蜜 出生話真假中 不過他二空一半年 到直播大紅照片 金鴨5達三千多萬 原來二空一半年 玉鴻約向生房的租借 買了這欠 大家保險六百多萬 當時是要用主動靠款來納錢 對方說 如果是會太多錢 會引起差稅 強健康還會向五位洗錢 所以給玉鴻約納現金 二空一九年 五六月已經拿兩百的保險 今年四月又以拿16錢作理由 拿第三個的保險 八月又騙說拿16保險有三百多萬的 本期的保險 日空二一年 玉鴻約收到保險公司 槌立錢的通知 生房的宵宵又說 消負系統有問題和騙 又收第四期的保險 不過玉鴻約要是一直收到槌立錢的通知 只問這知道 欠達五年的保險金額有三千四百四十七萬 因為新人才跟朋友買過金額 立這欠刷刷刷 生房的宵宵生人 更是會用保險 讓人帶去 不過檢察官的調查後 因為他賺到騙五百 他們女兒的保險 他早早起床拿去公司 而且請求萬一選 勞收不法索典愛 幸福周瑜銘 女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